一只原本应该在翱翔天际的灵脚销不明原因折翼 11月底被人发现受伤坠落在台东纯公镇的一块空地 发现的民众热心把他送到灵馆处 随后被安置在野湾野生动物医院来救治 经过受益师的吸星照料 现在康复回复活力了 在16号也放重回自然气地 睁着圆滚滚的大眼睛 好奇地东张西望 被妈妈抱在怀里的恩恩 出生时是个23周大 体重才650公克的早产儿 相当于一瓶宝特瓶的重量 而现在已经是4420公克的小胖娃 但这过程中可是经历了连医疗团队 都没有十足把握的附魔透析治疗 有时候开个刀下去啊 他就会一直胜血胜血胜血 这个在处理上也是非常麻烦 所以我们后来就选那个就是成人的那种 就是他们在打中央静脉导管的那种管路来做 恩恩和多数早产儿一样 面临发育不全的问题 出生后持续6天无法排尿 医疗团队紧急进行附魔透析 治疗后的第三天恩恩的病情逐渐获得控制 在经过半年的调养后 全台最亲的习胜小勇士终于能顺利出院回家了 真的很感谢医院 然后感谢医生 然后我们终于可以出院回家了 医师和护理师回忆着6个月 像是一趟奇幻旅程 因为台东县是全台医疗资源最缺乏的线份 如今在医疗团队的细心治疗照护下 恩恩顺利出院 虽然身上还得背着血氧机随时监测 而个头也小了点 但是能够平安长大 成为家人对他最大的心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